这个女人桌子上堆满垃圾不去清理 一身肥镖从不运动 就连去家门口附近的便利店买东西 也要靠自行车走完这一百多米的路 到百元店里只买垃圾食品 灰暗阴沉是她生活的主色调 不过善良的她每次都会在超市的储蓄罐里 捐赠一百月元 离婚的姐姐看不惯一子混混顿顿的状态 接着姐姐把番茄酱挤到一子头上 一子一把把桌子掀翻和姐姐缠打在一起 两人一直打到厨房 直到母亲横在两人中间劝阻 才结束这场闹剧 而父亲则在一旁 默默地关上房门 愤怒的一子决定离家出走 但是等她来到招聘所才想起来 自己其实身无分文 无奈之下只只能回家 路上她被拳管了一个挥拳的身影吸引 正在练拳的男人叫瘦也 母胎诞生的一子瞬间对她动了心 其实母亲早已替她准备了一笔钱 他们姐妹俩这样闹 对整个家庭来说都是折磨 于是一子拿着母亲给的启动资金 开始了一段新生活 一子在外面租了个便宜的房子 并开始找工作 但她除了帮家里料理店打过杂志外 并没有任何的工作经验 一个32岁高龄的宅女 要如何顺利地找到工作呢 一子想到了自己常常光顾的百元超市 然后随便写了个简历就去超市面试 索性百元超市对店员的要求低 店长很快便雇了她 还给她安排了时薪稍高的晚半 晚上10点到早上8点排班轮休 工资虽不高 但起码还能裹住生活 然后一子开始了在百元超市的打工日子 第二天上班路上她又看向全馆 兽爷刚好出来 一子有些害羞地走开了 而兽爷也注意到了这个颓废而敏感的女人 店里还有个疯疯癫癫的老男人店员 总是缠着一子叙叙叨叨说个不停 第二天 兽爷到超市买香蕉 见到他一子慌张找回零钱 让他没想到的是 兽爷也有王储蓄罐里头上100元的习惯 但奇怪事事他并没有拿走香蕉 就这样离开了 一子只好亲自将这些香蕉送到了全机馆 可今晚兽爷竟然不在 一子有些失落就在这时 一枚硬币滚到了他的脚下 他捡起硬币发现兽爷就在附近 一子赶紧将香蕉交给他 并归还了那枚硬币 没成想兽爷竟主动提出邀约 还约他后天一起出去 约会之前 一子还特地在超市买了一件报纹内衣 当天又特地精心打扮了一番 兽爷开着货车带一子去了动物园 可这场约会并没有一子 预想之中的浪漫 兽爷只是自顾自地看动物 什么表情也没有 什么话也不跟一子说 无趣的约会就这样匆匆结束了 在超市上班的生活 还是一样的乏味无趣 这天晚上被辞退的一个员工 进到仓库要把过期食品带走 店长发现后死活不让他拿 将对方赶走后 店长叮嘱一子绝对不要给他 扔掉也不要给 然而店长刚走那个女人就回来了 一子非但没有赶走他 反而又给他拿了很多东西 这天兽爷又买了好些香蕉 结果要付钱的时候忘带钱了 于是兽爷给了一子两张全击赛的门票 全当是用门票底钱了 票有两张 一子便和华劳男同事一起去了 几个回合下来 兽爷只有被打的份最终输掉了比赛 可一子却在底下看得津津有味 比赛结束后 三个人一起去吃饺子 兽爷告诉一子 打完这场比赛他就正式退休了 他今年已经37岁 接下来就要找工作过正经日子 一子问兽爷 和他打比赛的对手是他的朋友吗 他看见比赛结束时 两人互相拍了拍肩膀 华劳男同事告诉一子 拳击比赛就是这样 比赛归比赛 比赛结束后就不是对手了 毕竟本来也没什么仇恨 一子只是自顾自的说了句 饺子吃到一半一子去了洗手间 兽爷趁机问华劳男 是不是在和一子交往 华劳男故意回答说是 而且是一子死活要追求他 他被缠得无奈才和他在一起的 兽爷什么也没说 只是给了华劳男一记猛拳 然后便离开了 等一子从洗手间出来时 少爷已经离开 只剩下华劳男 独自在地上扯着嗓子打滚 吃完饺子喝完啤酒 一子有些醉了 华劳男趁机将一子带到宾馆 还对他上下起手 一子在醉意下无法反抗 他告诉华劳男自己还是处女之身 试图博取同情 可华劳男 才不管他是第一次还是第几次呢 直接就强暴了一子 趁华劳男睡着一子抱了紧 失去贞洁得一子十分淡定 或许这份痛苦 还远远比不上生活对他的折磨 仅仅休息了一个白天 晚上一子继续到超市工作 但店长无意间的靠近 还是让他产生了条件反射 下班后路过拳击馆时 一子发现已经看不到兽爷的身影了 馆长以为一子是要减肥 给了他一张拳击馆的宣传单 一子也没多想 第二天就到拳击馆报了名 他也不知道自己学习拳击是为了什么 只知道打拳的感觉似乎很好 从那天开始 一子只要不上班就来拳击馆练拳 几天后兽爷忽然出现在超市 喝得烂醉如泥还吐在了收银台上 两个男同事二话不说 直接就把兽爷给抬到了外面 一子很担心兽爷 就把他带回了自己家 还给他准备了纸壳的苹果酱 并且趁机解释了自己和话劳男 没有任何关系 兽爷这才知道自己被骗了 从此两人开启了同居生活 为了答谢一子 兽爷特地做了一顿肉给他吃 一子啃着嚼不动的肉 先是哭泣因为他第一次得到了外人的关心 接着又笑因为这块肉实在太难搅了 同居了一段时间后 兽爷在豆腐摊上找了份工作 并且对老板娘有了想法 而一子还以为他们是正式的情侣 还特意给兽爷买了鸡肉 做了顿丰盛的晚餐 可兽爷只是随便扒了两口 就说要去超市看漫画书 连跟一子多说句话都不愿意 第二天他在路口等着兽爷 兽爷拉着豆腐车路过仿佛没看见他 一子站起来问他为什么不回家 兽爷却没有回复 只是对老板娘说一子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 自此离开了兽爷 一子既没哭也没闹 只是把更多的时间和心思都花在了拳击上 不论是在拳击馆还是在超市上班 一子抓住一切可以练习的时间进行练习 初拳跑步锻炼 日复一日地训练下来 一子不再是最初的那个拳击菜鸟了 一次性通过了拳击手测试 如今的他已经是一名合格的拳击手 完成测试后 一子告诉教练他想参赛 可教练却表示他的年纪有点大 一般女子拳击手到了32岁 刚好是退休的年龄 一子只能暂时作罢 这天上班时 一子如往常般把仓库钥匙 递给那个辞退的老员工 不料被店长撞了个阵阵 在被店长数落一番后 一子揍了店长一顿 然后就遭到开除 离开超市 一子一心一意地练习拳击 仿佛只有出拳 才能让原本单调 苦闷的生活掀起一丝涟漪 这天父亲忽然来找他 父亲看得出来 女儿似乎是变了 脸上的阴郁似乎少了一些 得知女儿正在练习拳击 父亲发自内心的高兴 女儿总算没有像他一样 一辈子都无所事实 父亲继而告诉一子 他母亲因为滑倒而受伤住院 家里料理店现在正缺人手 父亲希望一子能回去帮忙 一子于是回到家里 忙的时候就帮忙打理家里的店铺 闲下来就教小侄子练拳 而且经常去拳击馆 这天一子收到了一个好消息 原定参赛选手因为受伤不得已退赛 一子因此得到了参赛名额 于是一子更加刻苦地练习 这天一子帮忙打理料理店时 兽也刚好来买便当 兽也一见一子立刻就跑 不过现在的他哪能跑赢一子 一子说希望兽也能来看自己比赛 可兽也却说自己不会去的 因为他最不喜欢看到一个人拼尽全力的样子 兽也反问一子为什么要学习拳击 一子只说 他享受这种感觉 结果兽也却一声不肯地走开了 他想去追问又停下脚步 这次他明白了 男人或者胡思乱想都只会阻止他进度 幸福要靠自己争取 从前的一子已经消失 现在的一子正在奋力 像曾经糟糕的生活不断挥拳 将长发减短 为了即将到来的比赛 一子将自己的状态调整到了百分之百 终于到了比赛的日子 此刻一子眼神细利身形精瘦干练 一头短发显得干净利落 一子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如今的他浑身上下充满能量 必然不再是当初那个颓废的女人 对手是连胜冠军 伴随着裁判的哨声 比赛正式开始 一共四个回合 一子率先出拳 却瞬间被对手击倒 对手拳拳到肉 一子只能被迫防守 才一个回合下来 一子便被打得口吐鲜血 中场稍作休息后 一子调整状态 试图反击的他却还是被对手死死缠住 对手出拳生猛 一子根本毫无招架之力 就连一次出拳的机会都没有 只能被动的一遍遍挨揍 身体早已变体鳞伤 就算这样 一子还是在拼尽全力的抵抗 看到擂台上拼搏的一子 他的家人们希望一子能够打到对手 哪怕只有一拳 第二回合一子又输了 如果下一回合再输的话 这场比赛他就彻底没有赢的希望了 第三回合开始 对手还是十分强势 一子依旧被打得节节后退 教练在一边高喊在丢分就输了 一子拼了命的一鼓作气 这一次他看准时机躲过了对手的攻击 同时顺势用自己最擅长的左勾拳 朝着对手的腹部和脸上来了两拳 只剩下一子的喘息声 他终于爆发出了真正的实力 可还没等一子反应过来 忽然被对手一记猛拳击倒 一子阴声倒地 倒下那一瞬间 他看到了兽也 过往的生活在一子脑海中一一闪过 和妹妹的争吵打架 和兽也的相约相处 到最后兽也的离开 那些就是他一子的人生 烂透了的人生 如果能有机会重新来过该多好 想到这些 一子支撑着身体爬了起来 嘶吼着朝对手挥出一记重拳 可惜罗生想 一子输了 他有些落魄地坐在一边 然后亮亮呛呛地朝着对手走去 和对手互相拥抱拍肩 那是他一直想要做的事 最后 一子向台下观众鞠躬羡慕 台下妹妹望着浑身是伤的姐姐 竟有些动怒 他这个姐姐 正一辈子从来没有这样拿命拼过 后台 一子独自背着包离开了拳击赛 兽也正在外面等他 一子一见到兽也就哽咽了 他好想赢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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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寿也什么也没说 只是牵起一子的手 两人的身影随即淹没在黑暗中 一子的成长之路既没有契机也没有动机 他只是偶然路过了一家拳击馆 然后顺道填了表格 最后就是练了拳击 仅此而已 看上去似乎显得有些不合理 但这或许就是普通人人生的真实写照 现实生活里 哪来那么多打了鸡血的逆袭传奇故事 做成大事的成功者是少数 真正一穷二白的失败者也并不多 更多的只是一个又一个正常的普通人 没有才华 没有梦想 没有什么改变世界的宏大愿望 就好像是花一百日元 就可以买到的廉价便宜货 每天只是将就着过日子 到了该赚钱的时候 就找个差不多的工作 到了适当的年龄 又找个差不多的对象结婚 这一生计没有赢也算不上书 这一辈子可能都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转折点 可就算这样又如何 一子即使输了也是改变过的 他失败是因为他曾经战斗过 就算在平凡不堪又怎样 所谓生命就是在缝隙里开出花 人生漫漫我们总是需要拼命一次 不为任何人任何事 也不管是舒适营 只为了在这一地鸡毛的生活里 证明自己至少存在过 所以颓废过后 拍一拍肩上的琐碎 然后继续前行 平凡的生活依旧需要英雄的梦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